关键特殊岗位之冷凝气折弯 首先从冷凝气附魔中取出两气制作流程卡 格队两气制作流程卡与手简单上的部件编码是否一致 格队无误后在手简单上签字确认 接着将冷凝气外包装上的附魔撕下 计算折弯直线段长度 冷凝气总长减去弯魔半径再减去片宽 即视力中545-100再减12点等于432.3 而折弯机使字刻度则等于折弯直线段减去折弯机平台的固定长度 即432.3减去345.3等于87 这两边是折弯机的定位挡板 先用内六角将定位挡板上的螺母拧松 调整两边定位挡板的位置 使刻度尺的尺寸等于计算出来的尺寸 并用内六角重新将螺母拧紧 直到螺母拧不动为止 挡板才算安装好 接着双手拿起冷凝气 注意必须佩戴手套 一手拿着长优端 一手拿着端板 静止不佩戴手套作业 静止单手作业 静止提管 静止手部压到刺片 然后执行护检 检查是否有管点 毛刺 漏铜 稍黑等缺陷 检查无缺线后 将冷凝气放在折弯机平台上 并拔掉防尘塞 接着按下折弯机电源键 进入操作界面 点击远点回归按钮 将平台高度归零 远点归零后 点击手动操作按钮 进入手动操作界面 点击加紧气缸按钮 使加紧平台加紧冷凝气 再按住平台上升按钮 使上升平台与冷凝气平面接触后松开 记录好平台当前之后 点击回归原点按钮 使平台归零 接着按下返回按钮 回到自动监控界面 然后按下产品选择按钮 进入产品设定界面 输入平台高度值 折弯机角度后 依次按下保存 读取 返回 回到自动监控界面后 点击图标将半自动切换到全自动 然后双手同时按下启动按钮 对冷凝气进行折弯 双排及以上需插入隔板 用于保护赤片 折弯完成后 取出冷凝气 执行自键 检查冷凝气是否有导片 有导片现象的需用赤片刷进行梳理 处理完成后 将折好的冷凝气进行试装 用两颗螺钉将冷凝气与底盘固定住 固定好后 观察手抬冷凝气折弯效果 确保冷凝气与底盘平行 赤片布丁磁底盘内侧 最后用角度尺测量冷凝气折弯成形角度 是否在90正负二度的范围内 确认无误后 填写冷凝气过程质量控制检查表 并与组长一同签字确认 方可进行批量生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